2011年 我去养老院 看望在那工作的院长朋友 到了养老院 院长 管理人员和护理人员 都在围了一个大娘 劝这个大娘吃饭 大娘不说话也不吃饭 这位大娘94岁了 患有抉症 四天前 当她听说自己最小的儿子去世了 觉得没有了亲人 她就绝食了 想离开这个世界 大在劝她一点没有效果 慢慢地离去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门口 过了半个小时 老人突然对我说 小伙子坐到我对面来吧 当我坐在她对面 看着夕阳西下 老人特别地安详 头发梳得特别地整洁 衣服也是特别地干净 嘴巴一直在嘟浪着 突然对我说 小伙子 有余光曲吗 当我从手机上把余光曲 搜索下来播放的时候 老人突然流下了眼泪 跟着余光曲的旋律 她一遍一遍地唱 唱到最后 她告诉我 她当年没吃 没喝 走投无路的时候 想参加革命 又找不到组织的时候 就在听到余光曲里头说 就是有一张破鱼网 你要过一冬 就是那种精神 让她穿越了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她对我说 你过药丸粥喝吧 我 虽然没有了儿子 没有了亲人 但是我还有退休金 还有大家的关怀 我相信 我能过好生命中最后的冬天 我特别地激动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只是陪伴到她一会儿 我只是用一首歌 和她一块儿听了一会儿 但是老人 重新反思自己的生命 他有了生命的力量 这样的老人 在中国有四千万 纵正临终老人 他们除了需要生活的照顾 医疗的姑息治疗 社会系统的支持 同时他们也需要心灵的呵护 从那以后 每次搜末就去陪伴这样的老人 吃得多了 临终关怀医院也发出了邀请 当我第一次走进黄村医院的时候 他们给我介绍的病人 是因车祸抢救过来的职务人 当时他的父亲八十多岁 从山东农村赶来 在他床头说 孩子呀 爸救不了你 他最小的儿子七八岁 拿了一个苹果 在上头写了一行字 爸爸你醒过来吧 碰到这样什么知觉都没有的 陪伴对象 我能做什么呢 我只能轻轻地拉到他的手 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 一遍遍地播放 当歌曲缓缓地想起来的时候 他的眼睛突然地动了 突然有一个斗大的泪珠 从他眼睛滚了出来 我说 如果你觉得太困难了 你可以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你为了你的父亲 为了你的儿子 你也可以勇敢地活下来 他突然头就颤抖了起来 有更多的欲言 紧紧地握住一身 从那以后 他的感觉系统 他的知觉 一天天在刚破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祝愿你幸福一样 谢谢 三个月以后 我再次去看到他的时候 刚刚赶到 他的哥哥去养老院 正在和院房进去争执 他哥哥说 他这是权责 他没有买保险 现在这个家庭 就靠我一个人来养活 抢救过来也没有多大价值 你们就放弃对他的治疗 放弃对他的康复 放弃对他生活的护理 当我掀开 他的床帘的时候 我感觉他好像挺挠了 就看到他的眼珠发呆 我看到他的泪 向现实地往下不停地流动 一周以后 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件事对我冲击特别特别大 因为我以前觉得 人生命中只有那生物的身体在活着 通过陪伴这个人 我突然感受到 其实生命中还有一份东西叫什么 叫爱 有爱的时候 生命会焕发什么 无穷的力量 没有爱的时候 生命就会枯竭 其实生命就是一份爱 爱就是一份生命 后来我们又进入了社区 我在社区碰到的朱大姐 第一次见到我的面的时候 她是癌症晚期 只有头能动 身体是不能动的 她就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身份号码是什么 我给我损合了一遍 当我再过半年 见到她的时候 那天晚上 第一次见到她 这是第二次 见到她的时候 她突然就问我 小伙子 我知道你叫方树公 你的身份证号是什么 说得千真万确 她说 我的智商是147 当年 复习了一个月 考上了清华 每次考试 复习一个礼拜 全班第一 当我毕业的时候 科学院也要我 政府机关也需要我 后来我们家庭 我的父母 让我从政 后来精通六国外语的她 就走上了政府的工作 最后在国务院工作 她的丈夫 她的孩子 都在外交部工作 她说 叔公 别人都觉得 我的生活 事业 爱情 是特别地圆满 当我走到生命的最后 我突然觉得 如果我从事自然科学 我相信 我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这一辈子 最关键的是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像当你临死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一辈子没白活 当时我特别震撼啊 我突然问自己 我这一辈子 到底我最喜欢做什么事 那天在路上 反复在思考这问题 我坐地铁的时候 地铁过了好几辆 我都望上车了 突然像有电 冲击了我一样 我全身发灿 我突然感悟到 我喜欢科学研究 我喜欢管理 但是 我发现我特别喜欢 去陪伴老人那份喜悦 我特别喜欢 把这份喜悦 分享给所有朋友的那份喜悦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事和工作 全部放下 和我的好朋友 刘峰 凯西 晚贵晴 刘连玉 等十名伙伴 我们一起去陪伴这些老人 记得 我第一次进 国营养老院的时候 突然 养老院里头 又有一个老人在高喊 有人偷我手表 不停地喊 我到了养老院院长的办公室 院长说 这怎么办呢 这个老人 手表丢了 他就怪 是护理员 给他偷走了 护理员去劝他 他就把护理员打了 然后院长给他们家属打电话 家属说 我的父亲 经常是这样子的 所以 我们一年已经换了三家养老院了 现在我们不换了 你们怎么处理都可以 我们已经提前交了一年的费用了 那养老院 也不能把他 退回家里头去 但是那天都是看望老人的 那个家属特别多 他在那么喊 养老院非常纠结 那我说 我去陪陪这个老人吧 结果护理人员就拉住我 说 方老师 他精神有问题 你看看 他把我手都打伤了 当我走到这个老人房间的时候 我说 大爷你好 结果他突然就对我说了一句 滚 啊 我觉得 气吞三合呀 非常有那种力量感 我下意识地给他敬了个礼 我说 手掌 好 手掌有什么指示 他看着我 突然把手伸到上衣兜里头 摸出来一张纸包 纸包里包了一张照片 那是他在战争年代 战场上造的唯一一张照片 他跟我再讲 他当年的光荣岁月 半个小时过去了 他告诉我 他说那个电子表 是我掉在床底下的 我叫他们 只是想让他们来陪陪我 所以从今以后 这个养老院的护理人员 当看到这位 大爷 脾气暴躁的时候 都会对他说 手掌 有何指示 他都会说 没关系 去照顾别人吧 所以那天 养老院院长 一定让我给护理人员 进行培训 说如何 能陪伴好这样的老人 记得那天中午 大家都把所有的老人 安排好了 我在养老院走廊里头 跟大家培训 那有的老人是 全天候造户的 最多能离开人十分钟 所以院长说 十分钟 方老师 你要把他讲明白了 我面对 那么多护理人员 我说 其实我们这些老人 除了生活 和医疗上的造户 他们也需要 心灵地呵护 如何去呵护他们呢 那就是不分析 不评判 不下定义 就是爱于陪伴 后来 这些人 把我这句话 浓缩成叫三步 平时 陪伴老人 还是很方便的 但是 我们在陪伴 自己家人的时候 困难更大了 一次 我妹给我打电话 说 哥 你赶快回老家来吧 我父亲 又在社区里头 买那被推销的药品 这次买了四千多块钱 他说 吃了这些药品 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赶到家 一看 家里到处都是 摆放的保健品 我妹妹一直在劝我父亲 可我父亲老说好好好 但我觉得我父亲 并不认可 我和我妹都很着急 我父亲 为了省钱 能走路的 绝对不坐公交车 但是 两年来 买保健品 两三千块钱 毫不吝息 我和我父亲 没有说什么 陪我父亲喝茶 陪他聊天 陪他散步 后来他突然对我说 他说 儿子呀 你知道吗 我买那些东西 我知道都不能吃 所以 我买那些东西 没有一个吃的 全扔在那 但是 他们推销这个东西 的那个赠品 特别好 都是最先进的 小店子产品 当时我特爱感动了 为什么呢 我父亲 从小就喜欢科技产品 大致到70年代 那时候刚刚有电视机的时候 我父亲就买了一大堆零件 自己组装的电视机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个电视机是9英寸的 然后那机壳 像大衣柜那么大的 后来过了 七八年卖掉的时候 是两个年轻人 用扁单单走的 所以我想我父亲 八十多岁了 历经那么多坎坷 每次充满了活力 就是因为他对那种 新鲜的东西 充满了好奇 探索 我的血液里不是 留着我父亲的东西吗 我特别地感恩我父亲 我说 其实这些东西 我们在网上 就可以网购的 我父亲说 那下个月 他们还要推销那保健品 赠品是一个手环 不用那个智能手机 就可以知道 心跳频率的 我说网上可以找啊 但我从手机上搜索到 给他订了一个 第二天货到了 他一直玩到半夜 从此以后啊 我父亲就不再去买那些 那个保健品了 当然 我和我妹的网购任务 开始加重了 所以我们去用三步 去陪伴每个老人 不仅仅是陪伴养老院 临终光怀医院 和社区老人 同时我们要种这方法 去陪伴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身边所有的亲人 让三步成为 我们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从北京 后来南京 后来长沙 后来厦门 短短五年时间 有三十个城市 有了十方元这样的组织 我们的义工 从十个 一百个 现在到了将近三万人 我们到 今年九月底 服务了两万六千人次老人 那为什么 在短短五年里头 有那么多人 加入到被老人服务的 行列中来呢 我们发现在服务 这些老人的时候 不是我们在帮助这些老人 是这些老人 用生命在开示我们 在教育我们 他们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人 我们人一生 都在埋头走路 只有到生命终点的时候 才会感觉到 人生最终要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老人常说 如果能重活一辈子就好了 大家想想 如果你们再重新上大学 肯定有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我们去陪伴老人 其实就在反思 自己的生命该怎么过 我们有机会再重新再活 所以每一个老人 都是我们的恩人 他用生命在开示我们 虽然我们做那么多 我们现在每年能服务 四千人次老人 但是全国有四千万这样的老人 我们只做到了万分之一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今年把 所有服务老人的方法和技术 浓缩成十种技术 十种理论 十种管理方法 十种思想 然后把这些东西汇总成 教科书 漫画书 案例集 然后在全国发行 我们把这些东西 编成了120个功课 放在网络上 大家可以随意地学习 我们把这些东西又碎片成 1400个微资料 大家通过手机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随时地学习 我们还在2015年的6月5号 通过众筹的方式 成立了咱们国内第一家行业的基金会 北京十方元公益基金会 我们每年会支持 做这行业的组织 让他们可以更快地 去服务更多的老人 在今年的10月28号 我们30个城市的组织 联合成立了行业协会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 心灵呵护工作委员会 我们形成了一个协会的体制 大家制定共同的服务标准 管理标准 我们形成共同的规约 用共同的品质 服务更多的老人 同时我们希望 每一个在座的人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和技术 去呵护到我们自己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双方父母 我们的爷爷奶奶 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 十方元老人心灵呵护事业中来 因为每一个生命 都是需要被呵护的 所以我们不分析 不评判 不下定义 就是爱与陪伴 让生命 陪伴生命 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